有的人会把武器之间的克制关系和自然界的捕食关系联系起来 正如同蛇与鼠一样,武器之间也存在着捕食关系 例如战场上各式的防空系统和导弹正是为了猎杀战机而生态 这些防空阵地隐蔽在草丛里,就等着哪个倒霉的飞行员经过 一旦飞行员疏忽大意,就难逃被击落的命运 然而有一些生物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娇弱无力 任由捕食者宰割,例如幼鼠,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黄鼠狼 别看它身材娇小,却是食肉动物,能够猎杀比自己体型大十倍的猎物 而就是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战斗机 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顶着敌人的防空火力 对敌人的导弹阵地逐一发送反辐射导弹 瘫痪敌人的防空体系,美国空军给它们的代号正好是野幼鼠 野幼鼠战机并不是战斗机的一种型号 而是美军具备SEAD能力的战斗机的统称 SEAD是对地方空压制的缩写 在美国空军的定义中 这是一种以摧毁或压制敌方高炮或防空导弹为目的的武器战术或行动 它存在的意义就是掩护有方脆弱的攻击机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一份报告指出 SEAD任务在现代战争中的比例越来越大 从最开始的5%一路飙升到所有任务的30% 可以说是现代空军的当红明星 在现如今的俄乌战场 防空压制同样非常重要 2024年4月有媒体报道称 乌克兰战机将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和苏-27战斗机结合在一起 用于攻击俄军防空阵地 尽管用平板电脑控制导弹非常的后现代 但SEAD任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随着雷达技术的逐渐成熟 以及它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就已经出现了防空压制任务的雏形 二战末期 德国人甚至还专门开发了被动无线电制导的滑翔炸弹 用来攻击蒙军的雷达战 不过这种反辐射导弹的鼻祖 还没来得及投入使用 战争就结束了 而此时防空的主力仍然是战斗机 更准确的说是各式截击机 地面的防空阵地 冲击量只能算是防空气氛组 对拦截铺天盖地的轰炸机 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真正意上的SEAD任务 则要等到越南战争期间 这一时期 防空导弹的大规模应用 为无敌的美国空军蒙上了一层阴影 越战初期 虽然平均每13枚导弹 才能拿下一架美国飞机 但架不住越南人的导弹多呀 仅在1965年一年的时间里 北约军队就在苏联人的帮助下 建立了60个萨姆尔导弹阵地 在当时六分之一的美国飞机 都是被这些防空导弹击落的 情急之下 美国空军将已经退出一线 转为教练机的F-100F 超配刀战斗机 进行了简单的改装 让它具备了从远处攻击敌人 防空阵地的能力 1965年10月 四架F-100F 被当作测试平台 在爱格林空军基地 加装了ANAPR-25 雷达和告警接收器 它可以探测越南军队的预警雷达 搜索萨姆尔的锁定信号 并根据这些信号 为飞行员指示防空阵地的方位 当然 仅有雷达还是与完全不够的 这些特殊改装过的超级配刀 还可以发射AGM-45 百蛇鸟反辐射导弹 由于时间级任务中 百蛇鸟导弹直接由AIM-7 麻雀空空导弹改装而来 指示在导弹头部 加装主动雷达引导头 可以锁定防空导弹阵地的信号 美国空军将这种具备 SEAD能力的战斗机 叫做野优术 不过 F-100毕竟不是专门为这种任务设计的 百蛇鸟导弹的威力也太小 命中率也不高 一般来说 百蛇鸟的命中率在25%左右 就算有幸击中北越军队的雷达 往往也只能将其暂时瘫痪 越南人只要简单替换一下雷达天线 就能再次搜索天空中的美国飞机 此外 为了避免在接近越南防空阵地时 被防空导弹提前锁定 野优术飞行员 必须在500米以下的低空飞行 这样一来 不仅是防空炮 连高射机枪也能摸到这些野优术的屁股 1965年12月 在完成对越南的电子侦察 确定防空导弹的信号特征之后 美国空军开始了代号为铁手的对空压制行动 装备了额外电子设备的F-100F 会率领一个F-105雷弓战斗轰炸机编队 主动寻找地面的防空雷达设施 最初的这些野优术 甚至还没有装备百蛇鸟反辐射导弹 他们的攻击方式是使用LAU-3火箭弹和机枪 在近在直尺的距离上低空扫射地面的雷达 大家想必也看出来了 野优术们执行的防空压制任务 不说是刀尖舔血 至少也是万米高空走钢丝的危险级别 最初的F-100F野优术飞行员 前B-52飞官杰克·多诺万 在得知自己即将以身为二 追捕敌方地对空导弹的时候 当场就爆了粗口 他说你想让我坐在一架小型喷气式飞机的后座上 与一个自以为无敌的疯狂战斗机飞行员一起 瞄准北约的地对空导弹阵地 然后在他向我开火之前 先把它端掉 你逗我玩呢 而这句话的缩写出现在了许多SEAD中队的徽章上 可以证明这个小故事并不是物中生有的 随着战争的升级 美国空军以雷攻战斗轰炸机为基础 退出了新型的SEAD专用飞机EF-105F和F-105G 海军那边则拿出了A6B入侵者 AGM-45百蛇鸟也成为了标配 美国飞行员们终于不需要用机炮和火箭弹 去点地面的防空阵地了 而AGM-78标准反辐射导弹的引入 更是让越南人温风丧胆 标准反辐射导弹 基于美国海军的标准地对空导弹 射程高达90公里 绝大多数北越防空部队一旦发现F-105G的信号 就会立刻关闭雷达 虽然这可以防止雷达被摧毁 但从战术层面上来讲 关掉雷达和被美军打到 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野右手的防空压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到了1968年底 滚雷行动结束时 越南的防空能力已经大打折扣 每发射48枚萨摩尔导弹 只有一枚能够命中 而随着F-105库存的消耗 美军开始在先进的F-4鬼怪的基础上 开发新的野右手战机 然而F-4哪里都好 唯一的缺陷就是过于先进了 改装成野右手的EF-4C 搭载着与F-105G相同的电子设备 但F-4内部结构紧凑 再加装这些复杂的电子设备 就有些吃力了 与此同时 EF-4C也无法携带标准反辐射导弹 这就造成鬼怪的作战效率 时高时低 飘忽不定 到了1972年的后卫行动中 美国飞机已经很少会被防空导弹击落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后卫二行动中 B-5R同温层堡垒轰炸机 也加入了SED任务 有针对性的干扰特定雷达 在广泛投掷上千枚薄条 把越南人搞得晕头转向 萨姆尔导弹的命中率 也来到历史最低点 美68枚萨姆尔 只有一枚能够命中目标 越南战争以后 美国空军将F-4E改装成为了F-4G 也有数 接替了F-105G 成为了新一代SED战斗机 大规模的改造 让F-4G不仅能够携带 标准反辐射导弹 还能挂载AGM-65小牛导弹 全新的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 也正在计划当中 这一时期 美国空军的电子战飞机 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F-4G也有数 EF-111A度压 EC-130H落盘呼叫 组成了美国空军 三位一体的电子战体系 F-4G负责寻找 并摧毁敌方防空系统 EC-130负责削弱 敌方的通信能力 执行电子攻击 和进攻性的反情报活动 而EF-111A 则负责干扰 敌方的预警雷达 阻止地对空导弹的雷达 瞄准有军飞机 介绍完了SED任务的历史 和野游署的由来 我们接下来 就以海湾战争为例 看看现代防空 压制任务 是如何进行的 在海湾战争中 伊拉克的防空体系 可以说是相当的严密 3700枚地对空导弹 105个导弹发射阵地 7000枚各式防空炮 将整个伊拉克武装到牙齿 最要命的是 在1981年的割据行动之后 萨达姆极为重视防空力量 组建了4个防空作战中心 地面部队的防空导弹 都接入了作战中心的数据链 防区内的雷达 只要探测到目标 就可以通过数据链 命令最近的地对空导弹开火 而无需使用地空导弹 自己的雷达 只有意味着 联军无法直接使用反辐射导弹 对防空阵地进行压制 不过建造这个防空体系的法国人 向联军报告了 这个防御体系的一些缺陷 伊拉克的防空设备 已经有些过时 萨姆2和萨姆3系统 已经接近报废边缘 而萨姆6和萨姆8 也有20年以上的历史 最致命的是 虽然各个防区内的防空站点 可以建立数据链 但防区之间 却无法共享信息 一旦防区的指挥中心瘫痪 下属的所有防空武器 都将各自为战 防空炮没有雷达制导 萨达姆的士兵训练水平也很差 伊拉克引以为要的防空体系 将瞬间土崩瓦解 1991年1月17日 经过半年的筹划 沙漠风暴行动正式打响 当地时间凌晨2点20分 三架MH-53J低空铺路者 九架AH-64阿帕奇组成特遣队 潜入伊拉克边境 摧毁两个预警雷达站 在伊拉克的防空体系上 打开了一个缺口 随即两架F-117A 凭借隐身性能 在夜色的掩护下 瘫痪了伊拉克的一个 防空指挥中心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 联军飞机涌入伊拉克 在无人机和ADM-141 U-5R导弹的掩护下 50架美国战机 联合执行防空压制任务 由于前一天晚上的战斧空袭 伊拉克的民用电网陷入瘫痪 各地的防空导弹 不得不使用自带的雷达迎战 一时间 飞行员们的眼中 遍地都是明晃晃的目标 20分钟内 发射的67枚 哈姆反辐射导弹 对巴格达周围的防空系统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伊拉克的地对空导弹操作员 甚至被吓得不敢打开 制导雷达 沙漠风暴行动 开始后的48小时 联军已经摧毁了 伊拉克南部的所有防空设施 整体防空效率 不足战前的25% 为联军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